好 看上去看小時候有而已 好 那因為呢 我想啊 第九章其實有些地方去看 複雜一點 那 假玩的時候 好 我希望 因為大家 呃 平日過年呢 很多人 嗯 假的時間 呃 玩還是要玩啊 休息還是要休息一會 啊 女子的玩的一定沒什麼好玩的時候 就把這個第九章 拿出來再讀一讀 那 因為我們開學 也很重 我們會有一個隨堂測驗 就是考的九章 好 那 那這個是 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規劃 我想跟今天 上一個 呃 這句期一開始的 第六期的解釋的時候 解釋的時候我就幫我先講 我會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好 今天的第九章呢 我們先講 那我希望同學呢 稍微翻新一下之後 我想 希望你們可以留一些 採管系的朋友 接下來你要考 採管 好 但是呢 我想你知道的話 一丁眼 稍微可以扮小小 聽一下第九章 我想 接下來呢 你再含下去 十一款同學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很痛苦 或者是 欸 搞不清楚 到底是要怎樣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規劃 所以你們再講一下 那 有同學呢 題目考 怎麼沒有考 通資性不動產 不要太失望 我們就留到那個 下水期學堂成員的訊息 為什麼沒有考呢 因為我當時我說 同學 真的 注意聽我講的是 如果有出這個部分 只會出在選擇題 我沒有講 我選擇題 一定會出這個題目 好 聽說是在 這個部分 找到我的考題 是在十二月裡 就是出完了 好 那這個題部分呢 其實 我當時呢 也不是很有把握 說到時候能不能上得到 所以我當時出題過 沒有把這個題目 看清楚 我仔細跟大家講 好 因為我們既然 我們有交代了 所以就不希望說 大家都不注意聽 但是呢 我又不能講得很明顯 說這次不會考 如果一直要強調 也不要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因為呢 我會去考很複雜的 所謂的計算 或者是危險的問題 如果這個部分會出題 只會出在選擇 如果 所以呢 就聽那個 非常非常非常 我們可以講 考慰師說 他講 這麼多考 多自信不動載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那時候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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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 一定會考 好 那我說 你讀了半天 都沒有 考慮一下 你自己讀的效果如何 所以我說 我們在下學期的 第二個上課 第二個 你來上課 你來上課 我們就可以 好 去看測驗 那我們講第九章 以及投資性能動產 好 所以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講 第九章 第九章呢 主要是談 無形資產 那叫做資產呢 一樣 我們就想說 跟我們在談 固定資產 不動產場合 以及設備一樣 或者是什麼 天然資源 和一號性資產一樣 你到底想 它是個四個 最多的情況 是四個階段的快適 四個時期的 四個時間點的快適處理 第一個就是取得這個資產 路上的傳辦 的決定 還有路上的科目 那第二個呢 就是需要這個資產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三個呢 就是情貨 要做的事情 第四個就是取 對 它既然是非流動資產 表示它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既然比較長 有可能 就表示它有所謂的 耐用年限 或者是所謂的 經濟年限 或法律年限 好像 無形資產 我們會叫做法律年限 或經濟年限 它沒有所謂的 耐用年限 因為它不是用的 它是一個權利 是一個無形的 所以才叫無形的資產 所以 你看 只有這個資產 我預計它可以 法律年限給我 3年5年 可是呢 可能我不知道 3年5年 我就想要把它什麼 或者是把它賣掉 或者是怎麼樣的處理 所以它就會有 第四個階段的快適處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 這個東西的時候 也是從這四個時間點 來解釋它的快適處理 那第一個階段 它的快適處理比較簡單 就是取得這個無形資產的時候 入當成本的決定 或者是科目 那部分呢 要講這個之前 可能首先 要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情況之下 才能夠形成資產 這個地方呢 可能會大家會 嗯 要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是去買 那當然沒有問題囉 好 我如果花錢去買 我用多少錢去買 那我 就是入當成本嘛 我的入當成本嘛 我的入當成本就不定了嘛 我們的成本原則很多 很簡單啊 我的 所謂的合理支出 好 我花了多少錢去買到 我有這個權利 無形資產就是一個權利 我取得這個權利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什麼 能被所欠 好 我們剛才講說 無形 第一個階段 要談怎麼 入账的成本怎麼決定 那如果你是購買的話 就沒有問題啊 你要多少錢買 就用多少錢去入账 好 那當然多少錢是指 你實際支付了多少 當然你還沒有支付的話 你未來會支付的話 那就像第四章我們講的 你要去折線 好 就是我三年之後 才要付一百萬 那現在指多少錢 好 這個跟前面都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呢 如果我不是自己 不是去外面買的 而去自行發展出來的 譬如說我們的R&D 好 在我們講 在我們 在大部分 我們在規定的R&D的時候 就是 呃 一個 尤其是比較多的產業 像我今天聽到那個 呃 這個 就在談那個2014年 當然就是景氣啦 或者是所謂 景氣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什麼股市嘛 好 所以他們就在分析股市啦 那我就講說呢 欸這個 就談到生技股 好 然後就是說台灣的生技股呢 其實應該叫做生技製造股 好 因為台灣的生技主要都不只 都是以製造譬如說補具為主的 所以它並沒有真正去做開發 或者是研發新藥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的R&D的一個 投入 所以它就 對 校成說台灣的生技股 應該更清楚可以講 所謂的 生技製造股 好 因為它只是製造 好 那意思是說什麼 台灣的生技呢 公司都很想投入所謂的R&D 好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所以很多公司還沒有 R&D 尤其是製藥品 藥品的製那個 開發呢 要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呢 你要經過很長的人體試驗 好 要做了很多的努力之後 才可以到達 才可以去申請人體試驗 那人體試驗之後 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的觀察 之後才能夠確定這個藥品 是對人體 或者是這個藥品 這個治療的什麼樣的地方 是有效的 所以這時間短著十幾二十年 長著四五十年都有可能 所以呢 台灣的生技公司呢 其實一般來講 都是沒有那麼強大的股本 資本額 所以沒有辦法 有那麼長的時間去燒這個錢 所以通常台灣的生技公司呢 就不太願意投入 類的R&D 那也就是為什麼 我現在的大學部畢業的學生 現在很多的生物系啦 或者是生命科學系 大學部畢業的學生 大學部畢業的學生 研究所 不知道大學部畢業的學生 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那樣 那樣 以前人家的 早在大概差不多十五六年前 人家問我說 就是 朋友的小孩子 然後他 年系組 他就說他念前 鼻祖 那時候他有加於鼻祖 鼻祖就是指 要上次 醫學系啊 生物系 因為鼻祖要考生物啊 那我就跟妳講 欸 生科系很好啊 就是 朋友 明星科系啊 這是剛開始 大家會主動在這一塊的 嗯 不知道後來 他們的體驗也行喔 要不然我就覺得很罪過 因為呢 我一直以為 這個一定是很有發展的 可是 事實上呢 發現其實 因為很多的生技公司呢 吃的都不是那麼大 所以 他其實是不願意投入研發的 那 裡面呢 生科系出來之後 怎麼去賣藥材喔 賣器材 這個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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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 應該不必定到大學 應該只要領人聯繫到就可以了喔 好 那這個是另外的 所以我要談到的是 研究發展 好 如果一個公司 他自己投入研發 好 那當然台灣呢 希望我們的那個產業能夠升級 不要只是做OEM 或者是只是OEM而已 好 那 我更希望我們台灣的產業能夠有更 更高的進行 或者是更好的一個所謂的研發能力呢 所以呢 那妳喜歡 那妳喜歡 對 我還以為妳喜歡 那妳喜歡 感谢观看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如果是公司内部自行发展 或者是自行投入的 那我们叫做R&D 我刚刚谈到台湾为了要鼓励呢 台湾政府为了要鼓励产业能够升级 所以其实对于研发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不是啊,奖励措施 就是在税务上面 所以你的研发呢 可以去赢你的所得税 赢利借所得税 这是另外的议题啊 所以以后为大家如果有去上追务法规 然后追务会计这一块 我们之前就去提到 好,那我们会计里头 并没有在谈这个 重点不在那里 而是我们公司投入的R&D 怎么去认定 好,那一般呢 我们的R&D呢 在所谓的研究发展 研究发展支出研发费用 那我们在会计里面呢 原则上是把它叫做费用 但是呢,这个叫做费用呢 有时候也是很困扰 因为你叫做费用的话 当年度 如果你花了很多的 投入了很多的研发费用的话 就会让公司的 所以的那个营收 或者是它的获利就 不加不好看嘛 因为研发其实是很烧钱的 那研发呢,你要能够开发出 具有商业价值 然后能够对公司有获利的话 其实三五年可能都跑不掉 那我们现在如果以经理人制度的话 每一年都根据基效来 考核这个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然后对于他未来的 那个所谓的薪资 然后奖金的给付的话 其实很多经理人 就不愿意花长期的时间 去就是运动这一部分 然后因为造成他 当年度的细效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一点点矛盾 所以我们后来呢 对于这个 慢慢的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研发呢 就有点不同的复理方式出来了 以早期呢 之前我们的无形资产 其实种类很多 就是种类是指 它的产生的资产很少 产生资产的科目很少 产生资产的科目很少 也就是说开源定位 无形资产的很少 所以早期呢 我们对于研发 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支出 是一个备用科目 那我们现在慢慢的去意识到 其实一个公司投入的研发 是对于一个公司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为了鼓励呢 就是会计准则呢 也是为了鼓励呢 企业能够对研发 多投入一些的资源 对于研发的一个快捷处理 就有点不同的快捷处理 形态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一个 研发的支出 怎么去认定 它是费用 还是 是一个无形资产 因为在研究发展当中 其实是没有一个 具体的形状的 所以呢 它是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就这样 把它定位为无形资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今天 其实一个重点要讲研发 研究发展 这个支出 会计处理上面 怎么去认定它 然后呢 其实另外一个 如果我们是从外面买的 从外面买的 如果已经 它已经成型了 具有商业价值了 那我们怎么去 入账是比较容易 因为我买了以后 我就可以什么 我用花了多少钱去买 多少钱就可以什么 产生了所谓的 我们通常会叫做专利权之类的 那我花了多少钱买 就用多少钱入账 但是如果我买的 这个东西呢 还不是很具体 那我怎么办 就是不是很具体是 它是不是 它还没有到达 完全具有商业价值 还没有到达 所谓形成专利权的阶段 但是它已经是什么 技术可行的 已经应该是技术可行 只是学了灵门一脚 那这个筷子上面 怎么去认定它 这是我们要去谈到的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无形资产的定义里面 请你看408页 第一个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无形资产 它的定义 我们先解释 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拥有 拥有这个或者是 可被企业所控制 具有未来经济效益 但是呢 没有实体的非货币性资产 那具有未来的效益是什么 可控制又是什么意思 无实体形式 好 这个几个 它有后面单独再去解释它 那再来很重要一个呢 二模型资产 既然它具有这样的 我刚刚讲的 它是什么 为企业所拥有 具有未来经济效益 它又没有具体的形状 这个如果说这个资产 都符合这样的 那大家要承认 它是不是就可以承认为 无形资产呢 所以它认立的条件有一个 好 有两个了 一个是 它的经济效益很有可能 流入期 那当然了 没有经济效益 就不用认立为资产了 好 那资产的定义 第一个就是 它具有未来经济效益 才叫认立为资产 那第二个呢 我刚刚 我之前一直在强调 在国际快捷准则 对于认立资产的时候 非常强调 也就是说 它会产生多少的成本 好 或者是呢 这个产生的成本 有多少是可以衡量的 好 所以呢 我说 这是国际会计准则 如果你去比照 之前 台湾 台湾 我说台湾的 之前的会计准则 都是跟着美国的 那个FASB 那如果以前的FASB的话 它就国际强调 它的资产的成本 而且国际会计准则 就非常强调 原来这个东西 它非常承认 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务实一点 它觉得你有这个的产生 你一定有相对的一个什么 成本支出发生 所以它就强调 你一定要能够评估得出来 你可能这个资产的成本 才可以把它认列为无形资产 这是认列的条件 它说了 必须同时符合 那再来看它的分类 我们可以分取得的方式 那取得方式呢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分成五大类 在409页 单独取得的无形资产 企业合并所取得的无形资产 政府补助所取得的无形资产 资产交换所取得的无形资产 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那其实我们主要要讲的 第五个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就是我刚刚讲的R&D 然后企业合并所产生的无形资产呢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其实它就是指商育 那单独取得的无形资产 单独取得的无形资产 可能会区分为已经成型或未成型的 那政府补助的交换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 资产交换 跟我们资产交换所取得的无形资产 跟我们之前讲的资产交换是一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一样要去根据我们的资产交换 的快据处理原则来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这五大类里面呢 我们大概要主要去看 这个其中的三类 单独取得 单独取得比较简单 但是有一些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 然后合并 合并所取得无形资产是比较复杂的 这是最后面的第四节 有单独去提这个部分 它的快据处理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谈一下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就是R&D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第一个我们看外部曲的 那个什么预期消益期间等等 这个我们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们先 第二个第三个呢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们后面讲的时候也会带进来 好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外部取得的无形资产 那就是看 如果你单独取得的话 好 比如说你是 比如说你看一下呢 单独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 包括410页 好 现金购买的价款 价格 还有使用该资产 使该资产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 可直接归除的成本 好 包括了哪些等等等等 好 自己看一下 好 这是单独取得的无形资产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你花了多少钱去买 然后呢 你要到达可供使用状态 就是你学这个战略这个无形资产之后 如果还需要员工训练啊 等等才能够用的话 那这个也要把它什么 列入这个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之一 好 那合并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去讲嘛 合并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点 其实在高块 这高块里面就有提到 好 高块里头就有提到 那我们这边看 这是根据411页来词项 新的合并所取得的无形资产 也就是说 让一个公司跟另外一家公司合并 好 或者是一家公司 次在另外一家公司 合并的方式有很多种 所谓的取得他股权的合并 取得股权合并的话呢 就是我目前常看到的这种合并是 各自股还是活着 就是公司名声还在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新设合并 合并之后呢 假设两家公司合并 合并之后两家公司都不见了 想建一家新的公司 这是一种合并形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应该就是 它不叫消灭吧 就是另外一种叫做 新设合并 然后取得合并 还有一个叫做 另外一种 忘记它的名称 它的合并就是指 合并之后呢 A公司并叼 B公司 B公司就不见了 就只剩下A公司 这种最合并的一种形态 好 那刚会里面要讲的合并 就是指第三种 就是取得合并 合并呢 但是 参与合并的各个公司 都依然获得好好的 也就是说 获得好好的是 在市场上 这些公司的 还是存在的 好 所以刚会里面要去谈的 会计处理是指 这种情况之下的合并 好 那我们要不管 你是哪一种合并 合并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假设我们讲一种比较简单的 A并掉B公司 好 如果B公司的可辨识 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 是小于A公司 吃掉B公司 所顾的成本 所顾的支出 好 也就是说呢 所谓的取得成本 好 我现在说假设A公司 吃掉B公司 A并 B B消灭 这种合并 A并掉B公司 然后B公司就被消灭掉 我刚刚提到 有三种合并方式 这是其中的一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当它被消灭掉的时候呢 如果A的 是取得成本 A公司来讲 因为你知道吗 B既然被消灭掉 我们在做合并的会计处理 这是站在A公司的立场上面 好 A的取得成本 减掉 B公司的 可辨识 建资产 建资产 之公民价值 就叫做杀利 好 取得成本就很简单 就是A付了哪些东西出去 好 A付了些什么东西出去 就是它的成本 它的支出 就是取得成本 那如果我取得成本 跟B公司的 可辨识性资产的工业价值 工业有差 那就做了商业 如果这个比较小 就叫做负商业 如果这个比较大 这个大于这个 那就叫做商业 换言之 如果是这样子 就叫商业 就是 就产生商业 如果是这样小 这个比较大 那个比较小的话 我们就叫做负商业 如果是小于0 好 如果是 应该是这样子写 不等于0的时候 不好意思 给个空间 如果这样的结果是 大于0 我就产生商业 如果是这样子 就叫做负商业 好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前面的东西 基本上 那取得成本 没什么问题 就是 A 付了些什么东西出去 他付了现金 还是用资产 去取得它 都可以 那但是这个资产 如果非现金的 非货币性的资产 就是以 他这个支付 那时候的公理价值 来认定他的金额 所以这个取得成本 我们夫妻也先不去讲 他不管他 就是比较单纯 你把他想的 就是付了多少钱好了 好 那第一的 什么叫做可辨识 好 有几个重要的名词 可辨识 然后呢 又叫做一个 净资产 可辨识 净资产 什么是净资产 大概因为比较能够解释 好 比较能够了解 什么叫做净资产 什么是净资产 什么是净资产 什么叫做净资产 净资产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他也可以叫做净资 所以他是什么产生的呢 净资产 就是资产 减掉负债 所以资产减掉负债 又叫做什么 股东权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资产 那个净资产 就是资产减掉负债 叫做净资产 也叫做净值 那也是我们习惯上 所熟悉的 所谓的股东权益 所以股东品有另外一个名称 也叫做公司的净资产 那也可以知道 也是我们这边的净资产 好 那接下来我会谈 什么叫做可辨市 其实要把这个整个讲起来 可辨市的资产 减掉可辨市的负债 就得到可辨市的净资产 但是我们要先去解释 什么叫做可辨市 好 这有点麻烦呢 其实又要回过头来 商与 商与是一个不可辨识的资产 商与是一个不可辨识的资产 也就是说 A愿意付了这么多钱 去买B 原因有很多个 有可能是因为 比如说我知道 到大概八十年八十三四年的时候呢 台积电呢 并掉世界 你是不是世界星星 它也是半导体的公司 好 它并掉它呢 其实当时候市场上也就认为说 当时候台积电呢 花了比较多的钱去并掉这个 就是说世界星星 其实它的恰值没那么高 可是台积电呢 愿意花比较多钱去买它 就像这样子 为什么 当时候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世界星星 已经有什么 有一个 它的设备都已经很齐全了 所以台积电呢 当时候很齐的想要去发展 比如说二十八寸金融 我忘记是几座金融 那如果说它要重新去 开发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金融的话呢 这个假设是二十八寸金融的话 它要去买设备啦 然后它要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可能时程上面 会delate个半年到一年 那台积电就不想花 等它那个 delate那么久 所以它先去买了 世界限定之后 它一直就可以开始